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咱们继续开聊 这些日子呢 天反正是越来越热了 夏天眼瞧着就要到了 那么喜欢养鸟的朋友呢 也就开始闹心了 为什么呢 家里养的鸟马上该换毛了 那么这鸟换毛 用养鸟的话 这行话讲啊叫盗毛 每年肯定是都有一回啊 盗毛的这时间段呢 差不多就是每年的阴历 七八九这仨月 所以说养鸟圈里 还有这么个说法 叫七零八落九掌旗 盗毛的鸟呢 它就不爱叫了 也就不好看了 浑身的毛扎里扎沙的 全跟身上刺着 是吧 这凸一块 这掉一块的 意思就跟老爷们上岁数以后 这蟹顶差不多 非得等到阴历九月以后 老毛掉干净了 新毛全都长齐了 这鸟才算重新变得好看 而且重新开始叫唤 那么这鸟每年都得换一回毛 那就相当于上岩屋爷 他们家溜达了一圈 穿了个门 弄不好 没准还得让人家给扣下 养鸟的人呢 每年到了这个时间段 都得加这一万个小心 你想什么黄巧啊 老西子呀 这种吃素的鸟 那就必须得想着多给它补补盖 多补生素 要说是红子电壳 不是这这吃虫子的鸟 那就得想着多给它弄点活食吃 多喂点蛐蛐蚱什么的 中国美术馆旁边有个龙福大厦 龙福大厦旁边紧挨的东四路口 不到一百年以前 东四路口这片地方 就是老北京最大的蛐蛐市场 这个市场 每年秋天卖逗着玩的那个蛐蛐 和听叫的蛐蛐 夏天的时候 地里的蛐蛐还没长成 不会叫呢 就专门卖各种喂鸟用的活食 农村的小孩 再就是上岁数的 干不了重活的老人 去野地里逮蛐蛐 逮蚱蚱 逮着以后呢 甭管什么虫子 全都往那种柳条边的篓子里的一塞 趟着鹿水赶早进城 拿到东四牌楼底下卖来 羊鸟的人呢 清早上起来都得出门遛鸟啊 递了这鸟笼子 去东四牌楼那儿遛的一圈 找个早点摊 哎甭管是炒肝包子 还是豆汁浇圈 先把自个儿喂饱了 烧的手还可以给鸟买点活食 羊鸟圈里头还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每年啊 这鸟开始盗毛以后啊 凡是吃虫子的鸟 那就必须得想办法 让它吃一个寄鸟 为什么非得吃寄鸟呢 金蝉脱鞘 这是个成语 您都知道啊 寄鸟的那个幼虫 北京小孩叫老牛 南方叫支了猴 没长成以前呢 都是跟弟弟待着 长成以后 每年夏天 他就从弟弟的爬出来 爬到树上退皮 变成大寄鸟 然后连着叫个几个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吃什么补什么呀 每年夏天养鸟的人 让自己养的鸟 吃一个寄鸟 喂的就是鸟到毛的时候 能痛快点 少受罪 我小时候夏天举着竹竿 竹竿上的挑着一块 破气球熬的那个胶 然后是溜达去 找那个有树的地方 粘鸟鸟 身后头呢 就老有那种养摆着 养画面的老大爷踪着 为什么踪着呢 小孩粘鸟鸟 跟养郭郭一样 只要公子 不要母的 公鸟鸟会叫 母鸟鸟它不会叫 什么用都没有 那么养鸟的老大爷在后子踪着 看见小孩粘着母鸟鸟了 随便说两句客气话 那就可以要过去 等于就不用自个儿花钱买了 那么鹰 按大面说也算是一种鸟 到了每年鹰里七八月的时候 也得刀毛 老十年间玩鹰的人呢 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刚从蛋里孵出来 头一年刚长成的小老鹰 跟岁数大的老鹰不一样 一眼就能看出来 怎么看出来呢 回头您再逛动物园的时候 可以注意观察观察 老鹰胸脯上的那片毛啊 是花的 头一年的这小老鹰 胸口的花纹是竖着的 换过一次毛以后 这片花纹可就开始往横了长了 活的年头越长 换毛的次数越多 老鹰胸口的花纹 横着的就越多 够了一定岁数以后 那就彻底的都变横了 没有竖着的了 玩鸟的人呢 管头一年刚离开窝 还没换过毛的小鸟啊 叫圆毛 品种都是一样的鸟 圆毛肯定都比上岁数的老鸟卖的贵 为什么呢 圆毛的野性小啊 容易亲人啊 所以说可塑性也强 给他压口的时候 难度就相对小 差不多的意思 放在老鹰身上 头一年刚离开窝 还没换过毛的小老鹰 叫儿鹰子 换过一次毛以后的老鹰 就叫破花 意思就是说 他胸口上竖着的那片花纹破了 开始横着长了 玩鹰的人呢 水平有高有低 水平低的人呢 就愿意要儿鹰子 图的是野性小 容易训 只不过呢 这种小老鹰啊 没见过什么世面 没有给野外打猎的经验 让人训出来以后呢 也是一二把刀 老实归老实 实际工作能力不怎么样 所以说玩鹰的人啊 真正要是有水平的话 还是愿意玩这破花 一说起玩鹰 大伙马上想到的可能就是 胳膊上戴着皮套 架着老鹰晃着膀子 跟大精来回溜达 我年轻那会儿住的西日文外高陵桥 沾朋友的光 也架过一回鹰 那是小时候的事 架鹰这种事 春秋冬三劲都没问题 唯独夏天不成 为什么呢 刚才咱们说了 老鹰到了夏天呀 也得刀毛 鸟身上的羽毛 实际跟人的头发差不多 毛根底下也有个毛囊 平常全靠血管啊 把各种养分送到毛囊里边 催着那根毛往上长 鸟到了换毛的季节 用的养分比平常多 血管玩了命的往毛囊里灌血 毛囊冲上血以后 他就肿起来了 这么个坑截上 人要是架着鹰来回溜达 老鹰看见点什么事瞎扑腾 没溜神碰着什么地方 没准就把毛囊给碰破了 毛囊破了以后一流血 往轻了说 从此可能就废了啊 跟人徒顶一样 再也长不出毛来了 要是往中了说 流血以后一感染一得破伤风 这只鹰没准就挂了 所以夏天的鹰不能跟胳膊上架着 只能跟动物园的鹰山一样 弄一大笼子 把它关在里边静养 玩鹰的行话 管这叫龙鹰 按以前玩鹰的规矩 龙鹰的日子是鹰历四月初一前后 差不多就是眼下这日子口吧 到了这时间段 鹰就不能跟胳膊上架着了 必须得进笼子 鹰进笼子以前还有一道手续 什么手续呢 养鹰的人先得给鹰拔毛 当然了 给鹰拔毛 跟那载鸡载鸭子退毛那不一样啊 彻底给他薅一溜光 那不行 这样那么着 这鹰也受不了 进笼子以前给鹰拔毛啊 算是一专门的技术活 拔什么地方呢 毛具体拔多少根 那都有规矩 给鹰拔毛的时候烧在手 还得拿箱头 把鹰爪子上的那几个尖 连带鹰嘴上的那个尖 全给他烧秃了 那别问了 连拔毛带烧嘴 跟老鹰整成这德行 涂的是什么呀 这事啊 要是按迷信的说法 大概意思就是说 老鹰的寿命跟人差不多 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年 上了岁数以后 头发白了 脸出褶子了 就愿意没美容 实在不行的话 豁出去了 再整整容 为的是显得绍兴 好看 老鹰也是差不多这意思 民间传说 说这老鹰活够了 三十年以后啊 觉得自个真老了 飞不动了 他就得想折整整容 怎么个整法呢 老鹰整容就是先拿嘴 把自个浑身上下的毛 全给他拔干净了 然后再跟大石头上 把自己的嘴和爪子 全给他磨秃了 这么捣饰过一遍以后 新毛 新嘴 新爪子 重新再长出来 老鹰就算烦恼还通了 说句文言 这就叫凤凰涅槃 欲获重生 要是用我爱我家里边的话说呢 这就叫重塑自我 再度辉煌 我就不信我没这第二春 我算明白了 咱们家今天要出事 说吧 你打算干什么 一个字 整容 整容 重塑自我 再度辉煌 龙鹰以前给老鹰拔毛 烧嘴 烧爪的这事 要是按科学的说法啊 多少也有个解释 什么解释呢 龙养动物 甭管它吃的好 睡的好 实际的身体素质再怎么着 也没有野生同类那么强 树林子里边的野生鸟 到了季节 自己就能换毛 问题都不大 那么一样的鸟 那要是把它关在笼子里头 每年换毛 那就是一道坎 养鸟的人最怕的就是 鸟到了季节换不下毛来 真要是那样的话 这只鸟恐怕就快出事了 鹿龙以前给鹰拔毛 为的就是帮帮它的忙 减轻减轻它的负担 回头换毛的时候更痛快点 老鹰拔毛这些事 当然我也是听别人说呀 没亲眼见过 更没亲手干过 哪位要是研究动物学的 再不就是小时候玩过鹰的那些老把是什么 知道这里边的闻道 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咱普及普及知识 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也让我们大伙长长见识 每年四月初一 老鹰入笼 在笼子里一待 从四月初一一直待到十月初一 连着六个月 秋风起来了 草变黄了 山鸡和兔子也都肥了 哎 鹰也就可以出笼了 学生每年放完暑假 九月一号回学校 不能马上开新课 老师先得带着大伙 把旧的功课复习复习 接着复习的这个由头 也算是让学生收受心 然后才能接茬 往下讲新课 那么鹰也是差不多这意思 每年鹰里十月初一出笼以后 现在把之前咱们聊过的熬鹰的那套流程啊 二来来 再给他再过一遍 重新训练 训练的差不多了 才能架出去 上野地里逮山鸡逮兔子 那么现在好多大买卖 为了做广告啊 都愿意搞点冠名活动 独家赞助 是吧 冠名活动这种事 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人玩 这事不是我瞎说啊 北京有个同仁堂 您都知道 一百多年以前 每年的冬天 腊月初八 同仁堂都跟大兴南海的围场 就是我马场旁边那块地方啊 办一场放鹰锦标赛 老北京人管这个叫 猎八围 到了猎八围这一天啊 京经济这一大片地方 喜欢玩鹰的玩主 都得上南海的聚琴来 哥们兄弟互相比比 看看谁训鹰的水平高 再就是看看谁的鹰 逮的兔子多 同仁堂呢 也不能说是乔使用人 白让大伙来一趟 玩鹰的人 跟南海的围场 逮着兔子以后 当时就可以卖给同仁堂 人家还是价格从优 多多的给钱 有朋友就问了 同仁堂 要这么多兔子干嘛呀 炖着吃啊 真要是炖着吃的话 这么多的兔子 还不得吃兔了 是吧 这事传统评书大隋堂里边 有这么个桥段 讲的就是这个老王爷丘瑞 当大元帅 是吧 大奸臣宇文化级的儿子 宇文成会 当先锋 打瓦岗山 这丘瑞呢 跟瓦岗山本来就沾亲带故 啊 是秦叔宝的亲姨父吗 打心里说就不愿意 跟这帮人动手 可是呢 真要是说 让他把昏君阳广给舍了 投瓦岗山 老王爷这心里多少 又有点不老人 瓦岗山山上的人呢 这个为了拉老王爷一把 使了个反间计 把宇文成会逮着以后啊 脑袋砍下来 装在盒子里头 打着邱瑞的旗号 送给宇文化级 告诉他说 这是御次的神药 叫兔脑丸 吃了以后特别补 宇文化级乐得屁颠屁颠的 打开盒子一看 正好跟儿子来了个脸对脸 哎哟 当时气的那是三十神暴跳 武林豪气冲天 立马进攻 找昏君阳广 窜瞪着他 要把邱瑞他们家满门抄斩 邱瑞的后路让人家给断了 实在没辙了 一咬牙一跺脚 这才上了瓦岗山 瓦岗山 给云化级送兔脑玩这个事 十有八九是说书先生编的 可是呢 大隋堂里边说的这个兔脑丸 真有 是一位专制妇科病的药 一百多年以前 同仁堂搞冠名活动 弄这个猎八围 把玩鹰的人聚到南海子 放鹰逮兔子 归根到底 喂的就是做兔脑丸 之前的节目 咱们聊过不止一回啊 以前的人玩鸟 讲究养四大鸣鸟 那四大鸣鸟呢 红子 黄巧 电壳和百灵 要是南方人玩鸟的话呢 那就得把电壳啊 换成画面 除了这四种鸟 再玩别的鸟 那都算是杂鸟 不上品 小孩 肃都养着玩 那无所谓 老爷们递了出去 让人家笑话 那就算玩鲜了 四大鸣鸟里边这个电壳 再往细了分 还可以分成红电壳和蓝电壳 红电壳和蓝电壳 别的地方长的都差不了太多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嗓子眼那块毛 红电壳那块毛是红色的 蓝电壳那块毛是蓝色的 玩鸟圈里有这么个说法 说红电壳叫天呐 蓝电壳呢叫地 意思就是说红电壳可以模仿天上的各种鸟 只要是天上飞的鸟 他都能学 那么蓝电壳呢 不会学别的鸟叫 他学的是地上的各种小动物 啊 小猫小狗啊 蛆蛆蛆蛆什么的 他都成 蒙古族玩鹰也有差不多的说法 按蒙古族的说法 有的老鹰啊 就是属于轰炸机 专门带地上的东西 还有的老鹰呢 属战斗机的 带天上的东西 这带鸟呢 是一绝 那么属轰炸机的这老鹰 蒙古族叫俄德勒呼 啊 这是蒙古话啊 具体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听众朋友里边 哪位要是蒙古族的朋友 您受累 留言给我们翻译翻译 这句话 也让我们长长学问 跟这俄德勒呼 正好反着蒙古族里边传说 属战斗机的 专门能跟天上 逮各种飞鸟的这老鹰啊 就叫海东青 海东青还有个外号叫百鹰之王 算是各路老鹰里边的王 最厉害的老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海东青这种老鹰啊 能逮天上飞的天鹅 那位就问了 逮天鹅 这算哪门子能呢 您别着急啊 掰着这个事以前 咱们先得把这话头摁在这 咱们得先说点别的 眼瞎不光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连好多老外都知道 北京老重温区 天滩公园旁边有个红桥市场 那是全中国最大的珍珠批发市场 老外来北京旅游 必逛两个市场 一个是绣水市场 再一个就是红桥市场 红桥市场打根上说 一九八几年那会儿是个卖海鲜和各种水产品的市场 那时候跟市场做买卖的好多都是浙江江苏那边来的朋友 珍珠啊 是嘎喱里边长出来的 嘎喱平常都是跟水里呆着呀 啊 鲤鱼 草鱼 庞头鱼什么的 平常也都是跟水里呆着 鱼民养鱼的时候 楼草 打兔子 也就可以养养 珍珠 八十年代那会儿 浙江江苏那边的好多朋友 来红桥市场卖水产品的时候 捎在手都花搭着卖点珍珠 也算是多种经营 没成想 后来卖珍珠的名气越来越大 副业把主业给压过去了 红桥市场最后 索性就改成了专业的珍珠批发市场 红桥市场卖珍珠 多数全是南方来的海水珍珠 和淡水珍珠 这两种珍珠 两种珍珠都叫南珠 意思就是说南方产的珍珠 那么古时候真正有钱有身份的人 根本就不玩南珠 讲究玩的是北珠 北珠是唐朝宋朝那会的说法啊 明朝以后国都搬到北京来了 北京已经就算是中国的北边了 所以这种珍珠明朝以后 就改了个说法 不叫北珠了 哎 叫东珠 你说东珠 好多朋友马上就应该明白了 那可是指老鼻子钱的玩意了 清朝那会东珠只能是皇上专用 啊 普通人玩东珠那就叫欺君之罪 逮着立马杀头 大奸臣和珅抄家的时候有一条罪名 就是他们家私藏了好几百条东珠穿的潮珠 东珠跟东北内嘎的那个嘎里里边长着 隔着皮看不见张 只能是从河里摸出来以后 再一个一个的撬开 撬开以后看啊 这就相当于隔山白老牛 用现在的话说 中奖率极低 啊 怎么能想办法提高提高中奖率呢 宋朝那会儿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编出来这么一套说法 说是天鹅呀会憋饱哪个嘎里里边有东珠都不用撬开盖 隔着皮就能看见 天鹅特别喜欢吃这种带珍珠的嘎了 觉得口味鲜口感好 吃完了带东珠的嘎了以后啊 别的地方全消化干净了 唯独这个东珠消化不了 全跟天鹅的素子里存着呢 谁要是运气好 能逮着一只天鹅的话 那就相当于逮着了一小口袋东珠 那立马就算发红财了 问题是天鹅老跟天上飞 是吧 飞的还挺高 拿件射您都射不着啊 怎么能想着把它给弄下来呢 刚才咱们说了 海东青就能逮天鹅 古时候的人为了逮天鹅呀 从天鹅的素子里边掏东珠 想出来的招就是杨海东青 这事儿我不是满腿跑火车 要跑那也是宋朝人跑火车 哈哈哈哈 宋朝有个叫徐梦深的大学文人写了本书 叫三朝北蒙汇编 这本书呢 讲了这么个故事 说的就是天鹅能拾蹦 则猪藏其素烟 又有郡湖 好海东青者能积天鹅 人既以湖而得鹅 则于其素得猪烟 八十年代末那会儿 田连元先生说杨家将 有段精彩回目 讲的是杨六郎摆猫牛阵 打破辽兵 猫牛阵说白了 玩的就是条件反射啊 宋朝那边的纸人的肚子里边 装上草料 再给纸人穿上辽邦的衣服 牛把纸人的肚子挑破了 吃着草了 有条件反射了 再看见活的辽兵 也挺着鸡脚挑人家的肚子 古时候杨海东青逮天鹅 掏冬猪 用的也是一样的原理 杨海东青的人啊 现在想折 让海东青啊 见天吃天鹅的脑子 天鹅的脑子味特别重 特别腥 海东青吃惯了这口以后啊 看见天鹅跟天鹅飞 那就相当于 这听见开饭的哨声了 就不用人催 自个就能飞上去逮去 我小时候赶上家里吃鸡 讲究的那个必须得吃那个秦桧 什么叫秦桧 秦桧指的就是鸡脑子 鸡的脑子 整个的拨出来以后 是一个跪着的秦桧的那么个造型 民间传说秦桧把岳飞害了以后 盐鹅爷要收他 秦桧呢 玩了命的跑 跑来跑去 时代没辙了 一猛子就扎在鸡脑子里去了 盐鹅爷一看正合适 你不是跑那去了吗 那你就跟里边待着吧 老百姓没宰一只鸡 秦桧就得腾一回 这就是他陷害岳飞的报应 现在市面上卖的鸡 好多都是养鸡场的饲料鸡 骨头软 脑袋拿手一捏就能开了 真正农民家里头养的柴鸡 脑袋特别硬 小孩根本就咬不动 包秦桧以前还得让家大人啊 帮着忙给咬一下 天鹅的脑袋比鸡脑袋 那肯定是又硬多了 古时候杨海东青的人配套的 还得有一种专门的家伙事 叫刺鹅锥 刺鹅锥差不多就是一根小改锥似的东西 这个杨海东青的人呢 身上带着这刺鹅锥 为的就是撬个天鹅的脑袋 让海东青吃里边的脑仁 现在您去新疆那边 哈萨克族 还有养鹰的风俗啊 喜欢架着鹰出去打猎去 哈萨克族架鹰打猎 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是逮着猎物以后 当场拿小刀把猎物的脑袋切下来 喂给鹰吃 故事讲到这儿 有朋友可能又该问了 说千儿哥海东青这么厉害 能跟天上逮天鹅 那么有没有什么别的动物能把它给知道呢 这事我跟你说 肯定是有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就是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 一物降一物 是吧 海东青再怎么厉害 撑死了他也就是各种老鹰里边的王 对吧 相当于部门经理 那部门经理上面还有总经理呢 是吧 各种鸟里边的总经理是谁呢 凤凰啊 那是白鸟之王啊 三国演义里边有个落凤坡 是吧 庞同走的这地方犯了地名了 让剑给射的跟刺猬似的 北京大兴 离南海的围场没多远 有个地方叫黄村 黄村那边有条河叫凤河 凤河旁边还有个小土山 叫落凤台 落凤台这地方 他是怎么来的呢 民间传说 又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这么一帮玩鹰的坏小子 啊 为了逃混东珠 见天跟这地方架着海东青 逮天鹅 天鹅也是个有灵性的东西 老这么逮他 玉皇大帝先就不干了 不干了怎么办呢 部门经理有问题 破坏生态平衡 啊 我就把总经理派下来收拾你呗 话说有这么一天 几个坏小子架着海东青 跟南海的这逮天鹅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鹅一群一群的从天上过呀 这海东青死活就是不让天上飞 这几个坏小子觉得挺纳闷 私下一学梦 明白怎么回事了 感情是天上有只凤凰 跟那阵着呢 你想这部门经理见着总经理了 他不敢诈词啊 是吧 一般的人看见这架势 知道玉皇大帝不乐意了 那么剑好就收了 回家睡觉去也就得了呗 这几个小子用北京话讲 那就叫三枣眼 青红不分 三青子四棱子 魂不吝 那么个意思 凤凰 不是愿意跟他们闹一点飞吗 没关系 老子拿剑把这射下来 心里有主意了 当时可就动手了 吃吃吃几只凋零剑飞到天上去 您才怎么着 那位说还能怎么着 按神话传说的套路 凤凰必定是高叫几声 翅膀一扇红 一个冲击波扇下来 把那几个坏小子扇满地找牙呗 您说的那是大团圆结局的传说 南海子的这传说正好反着 还真就不是大团圆结局 吃吃吃这几只凋零剑飞进天去 把凤凰射的跟庞桶似的 凤凰变成庞桶以后 当时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正好还就掉在一座小土山上 这座小土山从此得了个名叫洛凤台 洛凤台边那条河 从此也得了个名叫凤河 有朋友就问了 凤河从天上掉下来 后来又怎么着了呢 我只能告诉您 这个故事压根就没有后来 讲的洛凤台就算完了 等于是留了个开放性的结尾 后边的故事应该怎么编 只能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您要愿意想 您也可以往下想 哈哈得嘞 今儿就聊到这儿吧 时间不早了 咱们下回再见 听得到 咱们儿��山了 还是许多誉